您好 欢迎收看9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918大地震之后 灾后重现 路遥遥 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急需各界的帮助复原 县长徐中卫会同立法委员傅昆起 22号前往慈济靖司堂 访务慈济慈散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 一级团队 期盼借由慈济大爱的力量 支持相亲 重回原有生活 严执行长 改念徐县长以及副立委 心系灾民 苦民所苦 此际将会尽可能投入帮助灾后重建 让乡亲避免无家可归 现在徐中卫表示 918地震 花莲南区各地都有灾情 外政府从9月19号开始会看各个灾区 现在也开始复建工程 包括公共建设 房屋以及民众心理 感谢此际意愿提供丰富的资源 全力救助住院的伤患 是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 让学生能够快速安定地在校学习 而我们的相亲的部分 也能够赶快地恢复他的正常生活 如常的生活 另外 针对于红单的部分 红单就是要拆除的部分 拆除的部分 我们现在昨天有几个政策 就是一个如果拆除了 那这个岸家他的租屋补贴 先政府我们从基金来租屋补贴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说安置的部分 那毕竟这是有一段的期间 可能归期两年三年或四年 那可能暗家连重建的金贝都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屋子要重建 那这个又是一个议题 那另外就是说 他能不能真的住到 住宿到我们的民宿或安置在哪里的时候 他有没有办法住这么久 或者是公共门的经历 有没有办法持续这么久 所以这个部分也衍生出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才想说 如果旁单的住户 同单的安家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方便的组合物 让他先暂住 那再来找团体来帮这个企业 对于富冠奇感谢慈激慈善事业基金会 每当在花莲发生天灾的时候 立即协助民众安置 抚慰民心 更有相当多的资源重建的经验 严博文执行长表示 慈激慈善基金会 理解灾民的痛 未来将会尽可能来承担 协助乡亲心理慰问以及房屋的重建 对于学校销售的毁损 以南投921大地震灾后的经验来看 未来磁器将会结合 华人县政府以及土木祭司工会 逐一鉴定 后续讨论是否协助补强 或是拆除异地重建 记得继续华人县政府